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给你看一下啊 我命不好 这个事有很多说法 好 订签好了 弄好了 这么快 我给你晕一下吧 来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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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是心里所巧啊 包抄 包抄 好 手艺真不错 妹妹 我告诉你个秘密 我不光会看病 我还会看手相 我给你看一下啊 我命不好 这个事有很多说法 来 我帮你拿个袋子装起来吧 好 好 张罗 你怎么跑这里来了 我怎么不跑来 这里是女装店 女装店你来干什么 光天化日的 什么光 你说什么呢 什么叫光天化日的 我是婉婉的主治医生 张医生 我跟莱雅聊一聊孩子的病情 顺便让她帮我 签一下这个库鞭 怎么了 小医生我什么都没说呢 你紧张什么 你又没干什么 见不得人的事情 我紧张什么了 我有什么好紧张的 你这个孩子 小小年纪 老金不要太复杂 张医生 我是为你好 你自己看看 这个窗户是透的 你在里面做什么事情 别人都看得见 如果你要是说正经话的话 就不要你那么近 不然的话以为你们在 总是特别不好 好 我谢谢你 妈 周路啊 你不是状元吗 这好好的大学都还没读完 你回来上什么补习班啊 可能当一次状元不过远 想当第二次 嘴还挺硬的 你这海口夸得挺大 回头万一搞不上 真就没脸见人了 摸好了 谢谢啊 回头叫婉婉来 我给她换换新药 好 谢谢 谢谢 我谢谢李 周路 你找我吗 你店的货档 我把老公给你送过来 这几天店里忙 我也没时间去取 还麻烦你跑一趟 真不好意思啊 我一直说解不如我 不麻烦 你最近不是在复习吗 时间宝贵 状元也没那么好考吧 考第一次呢 考第二次反正就没难 你还挺狂 等到时候你知道我是狂 还是实话实说 这又是什么 那是我给婉婉做的玩具 还挺有意思的 只是一个半成品 半成品都做得这么精细 这店里的衣服 都是你们做的吗 一半吧 也不是全部 一半成品 身上人买了什么 都是外线人的拿货 他们有自己的工厂 想成批做成成衣 拿出去卖 你的衣服怎么了 你脱下来我帮你缝一下 要不你先拿这个披一下 对吧